11月25日 据媒体报道 香港知名女星嘉玲去世 家人为她举办了丧礼 前男友谢贤送上花圈悼念 十分重情重义 嘉玲原名何佩英 年轻时长相美艳动人的她 是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明星 主演过很多电影 演员出身的她与同时代出道的谢贤 曾合作无间 频繁接触中 两人擦出了爱的火花 继而走到一起 遗憾的是相恋七年后 两人产生分歧 女的想要早点结婚 男的仍还想玩 最终以分手收场 之后 嘉玲就嫁给了泰国富商姚武林 并随夫移居当地生活 鲜少公开露面 没想到再次听到她的消息 就是死讯 嘉玲干女儿郭秀云透露 本月21日 嘉玲在泰国家中病逝 享年87岁 郭秀云跟干妈的感情很好 目前她已经赶到泰国出席丧礼 据了解 嘉玲的遗体 已经被移送到住所附近的庙宇 家人将为她举行一连四天的丧礼 曝光的丧礼现场照片中 可以看到灵堂布置金牙 门前贴满了嘉玲主演作品的剧照 让大家可以缅怀她生前的风采 过道上摆满了亲戚朋友送的花圈 送花之人不乏圈中明星 包括任达华琪琪夫妇 刘培基 谢霆锋妈妈迪波拉 与二婚老公江耀成 邓光荣妻女等 可能年纪太大 加上路途遥远 前男友谢贤 没能够亲自到场送别 但她派人送上了白玫瑰花圈 来悼念嘉玲 她跟嘉玲虽然已经分手60年 但是两人一直维持朋友的关系 嘉玲每次回国 都会找她出来聚会 而她也曾带着年轻的女友 Coco到泰国探望嘉玲一家 还跟嘉玲丈夫姚武林十分投气 嘉玲既是她的初恋 又是她相识多年的好朋友 对方就这样离开人世 相信她一定是很难过的 除了郭秀云 嘉玲长子黄百文也去了泰国奔丧 而且已经到了当地 并见到了继父姚武林 她受访时表示 全家人都很伤心 尤其是继父 她说丧礼会安排人诵经数天 星期六就会进行火化仪式 事实上 嘉玲在生的时候 一直隐瞒黄百文这个儿子的存在 直到她死后 黄百文才承认两人的母子关系 据黄百文透露 妈妈入行便生下了她 但是她从小就父母离异 之后一度跟随爸爸出国生活 直到八岁那年才认回妈妈 尽管妈妈因为工作关系 没能公开她的身份 但她对妈妈一点怨恨都没有 反而大赞妈妈是个好母亲 还说继父对自己也很好 听得出来 黄百文跟妈妈的感情真的很好 希望她能节哀顺便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